2018新北富邦国际城市U18棒球邀请赛冠军战 新北蓝队靠着先发投手岳振华的5局50分好投 以及中外野手林一豪在8局下的关键注杀 中场以1比0惊险击败了台北队赢球 也拿下了本届赛事的冠军 新北蓝队总教练周宗志表示 虽然赢球也拿下了冠军 但是整体的打线真的不理想 连两场比赛的安打数都落后给对手 这是未来需要检讨的部分 以四强赛跟关销军赛来讲 那当然虽然是结果是好的啦 那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两场比赛的打线的发挥并不是很好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接下来 要面对木棒联赛最重要的课题 在这一场之前我都觉得还可以 表现还不错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打这一场 我觉得大家都表现不是很好 就以我们的阵容 以投手我觉得这场不及格 就还好啦 就是没有像之前前几场那么好 就这一场可能大家 想说因为在新北的比赛 一定要把第一次冠军留下来 大家可能自己有压力 就绑手绑脚这样吧 新北蓝队与古堡家商组队参赛 今年国内各杯赛的成绩亮眼 近期接连拿下了长华杯 黑豹骑青棒赛的冠军 这一次富邦杯也如愿将冠军留下 总教练周宗志要求球员尽快调整心态 备战之后的木棒联赛 期待再创假机 记者杜怀胜 卢云轩采访报道